到今天目前为止有37宗个案 年龄是两岁到71岁 其中有30位是有外游记录的 中间有17位是学生来的 没有外游记录是有7宗个案的 例如773宗个案是第363宗个案的家人 第793宗个案是406宗个案的家人 第796宗个案是昨天我们说的第756宗个案 就是帮人做美容个案的一个朋友 都是同事 不过就是大家不是一间分店工作的 在工作上有接触的 它是3月27和3月29都大家一起做活动的 例如滑水、吃饭和下山的活动的 应该是这样传染的 第801宗个案 是之前我们有一个个案是第719宗个案的 第719宗个案当时也是一个本地的 没有一个感染源头的个案 那时就是说他除了去健身房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高危因素 他去健身房的时候就有一个教练的 那个教练就是给我们送去检疫中心 那个教练的先生也有去健身房 不过就是没有见过这个第719宗个案 第802宗个案就是先生是312宗个案的家人 那312宗个案是那个长山环枪龙的群组 其中一个职员 那他是他的家人 第769宗个案 我们就是没有投水的 不过他的 看回他的潜伏期 他就去过很多不同的酒吧 就是在3月15号、16号、18号、25号 那都去过不同地方的酒吧 那可能都在那里有机会有受感染的情况 第7897宗个案 就是最后一宗我们都没找到源头的个案 就是他在一个美容院做事的 那他就不是之前我们讲的美容院 这家美容院是在铜锣湾的